新闻的镜头首先要带您到平林 平林清水公园的露丝群最近已经开始进入繁殖期 成鸟孵蛋,普遇幼鸟的画面 吸引了许多民众以及摄影爱好者前往观赏捕捉珍贵的镜头 而平林区公所也呼吁希望民众远观就好 不要喧扰,以免影响了露丝育除 每年从3月份起到7月是露丝的繁殖期 因此现在在平林清水公园的树林间 已经可以看到露丝群正在繁殖的景象 枝头上有许多露丝煮好的巢穴 由雌雄露丝轮流孵蛋 偶尔当露丝站起来的时候 还可以瞧见刚孵化不久的小露丝 模样相当可爱 难得的预除过程也信了许多外地摄影师前来取景 大家都喜欢排鸟嘛 我喜欢排鸟因为这个比较容易 可以定点 不需要这个来手去的 那这个来手去的那个年龄大了也不可能不可能去嘛 长久以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的摄影的地方 所以我几年前就曾经来过拍过 觉得这边这个生态保育的还不错 还不错 当地人很合作啦 而且鸟的生态非常的完整 这一大群交客从96年就来到了平宁清水公园这片树林里聚集 露丝的种类大约有三四种 最常见的包括了小白鹿 黄头鹿 另外还有夜鹿等等 平林区公所表示 金水公园这里已经成为了平林的一个生态观光景点 欢迎喜爱商量的民众前来观赏或拍摄丰富的生态景观 财博馆旁边就是拱桥的桥头这边 那已经陆陆续续有六七年都在这边 季节一到就会来露主 那可以希望说我们 对于鸟类观赏有兴趣的民众 都可以这段时间来平林 而平林区公所也呼吁社会大众前来观赏露丝群的时候 千万不要惊扰到他们 尽量不要去骚扰鸟类的繁殖状况 因为大家想要拍一个好的画面 可能会破坏到其他的 这样也不好 尽量保持原来的样貌 接下来 金水公园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小露丝孵化出来 喜爱鸟类生态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咯 记者 陈平 张文奇 平林采访报导